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人类之间靠语言来进行交流 同样 平时沉默寡言的大熊猫也会靠熊猫语来彼此交流 而大熊猫也会根据不同时期 不同环境和不同情况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这种声音比较尖锐 目的是为了引起大熊猫妈妈的注意 当它们饿了 冷了 不舒服了的时候 会发出急促的叫声 当然 薪子比较急的宝宝饿了的时候 它的叫声就比较有特色了 妈 妈 妈 是不是很像小朋友的声音 随着年龙的增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熊猫能够发出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多 当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 也会发出尖叫声 当它们生气的时候 同样也会发出怒吼声 而当它们舒服的时候 也会发出苏苏的哼吟声 到了谈恋爱的季节 熊性大熊猫会发出咪叫声 而雌性大熊猫会发出类似于鸟鸟的鸡鸡声 然而 在大熊猫的世界中 也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大熊猫 比如 有听得懂四川话 并和饲养员对答如流的 六四多斤了 嗯 嗯 也少点就六四多斤了 来 谈味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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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甚至还有会说四川话的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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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 在大熊猫饲养员们多年的研究下 通过对大熊猫声音进行收集和分析 并参照它们的行为表现 目前已经解码了13种大熊猫的叫声 这能够帮助研究人员们进一步地了解 大熊猫的生活习性和心理状况 更好地走进它们的世界 不过要想要真正的全面了解大熊猫 我们仍需要继续努力啊 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